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以 就像他们的世界里的违禁词 用多长时间消化 都没有办法自然地说出来 人一天要面对多少次拒绝呢 好像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早上进办公室的时候 大家商量要一块订咖啡 其实我不喜欢喝 港巧同事高兴地说 算上你能满姐呢 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现在剩的那大半被液体 还放在我的桌角 午睡的时候男朋友发信息 问我周末要不要去看新上映的电影 我回复他说这周太累了不然改天 但他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包 说我们很久没一起去了 于是我回他了一个满是笑脸的OK 然后长长地弹了口气 老板戴特助出差的那几天 总是习惯把一些额外的事情交给我 他说我弄表格细致 我打开文档才发现 那是他女儿学校作业需要整理的资料 现在几乎已经默认都是我在做了 还有躺在微信记录里 答应朋友们旅行要帮他买的免税化妆品 一些没有那么想参加 但是不好拒绝的同学会 甚至是常去的理发店 总劝我充值的额度卡 事实上对于那些 不擅长拒绝别人的人来说 他们根本不是一件轻跳飘的小事 我记得前段时间刷到了一个讨论的帖子 大一就是苦恼自己不懂得拒绝 很多人在里面分享感受 密密麻麻的长文字中夹杂着不起眼的短句 写着 我再也不想和别人一起吃不喜欢的饭菜了 这句话几乎瞬间打到了我的心里 它像一颗不起眼的沙粒 却刚好吹进了我的眼睛 让我想起了过去一周我吃过的那些根本不喜欢的川菜 它们真的太辣了 同事的喜欢和我的不喜欢之间 隔着二十几年顺从的人生 而那一刻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后来他们叫我的时候 我别别扭扭地挤出一句 今天就不去了 说完有点尴尬 然后急急忙忙地走出办公室 但是我下楼的那几步整个人是轻盈的 我想明天后天和很多很多个以后 都一定得像今天这样 无论多为难 我都要把那个不字说得坦坦荡荡 其实世界不会因为你的一次拒绝而崩塌 但你自己会在那一次次拒绝中 脚步变得轻盈起来 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该承受自己的不安 去成全别人的圆满 我曾经看过一个观点 说我们都希望别人理解自己 但理解你不是任何人的义务 学会把自己变得更好被理解 才应该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和一个有边界的人相处 不仅不会麻烦 反而会很舒服 因为当你把你的边界交代清楚的时候 别人也终于才能如实重负 边界感这种东西 每个人丈量的方式是不同的 只有大方地亮出自己的底线 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我也曾经怯懦地借评论区的共鸣 来抒发委屈 看很多关于礼貌拒绝的方法 试图理解那个害怕别人失望的自己 可是走过这条路之后 我才发现 最重要的 不是懂了多少的大道理 而是第一次拒绝脱口而出的时候 我找回来的那一点点底气 所以啊 我还是想你的善良能够带一点锋芒 而勇敢地说不 正是找回边界的开始 我还是想你的善良能够带一点锋芒 我还是想你的善良能够带一点锋芒 然后我还是想你的善良能够带一点锋芒 你就是我的善良能够带一点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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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